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我第一條Get Ready With Me的影片 很開心這次可以試一下自己去拍影片 到了三十幾歲這個年紀 其實有些東西如果現在不試之後 就不知道會不會再試到 首先我會用一個韓國的VDL Color Correction的一個Primal 用Laramesia 這隻叫做Real Faunus的一個Foundation 是沒有負擔感的 在我的手上 用一支掃 透亮了一點的質感 我想拍這個Youtube 或者這個Instagram 主要是想記錄一下 這個日子或者這一陣子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將我的生活記錄下 如果即使沒有人看 起碼我自己也可以看 自己有自己開心 Laramesia的這個份 這個粉其實發生很多 而且它是有一個護膚的成分 下一步我會用一個 Etude House的毛筆 一直學習 其實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之 一直堅持的東西 一直都想學習一些新的東西 在這個頻道就不會說很多 關於我本身的一個專業 改類型的東西 因為我希望我可以純分享和純記錄 我會用這個Lily Toe眼 這個是在日本買的 一個 叫做大地式的一個眼影 要夾眼睫毛 要夾眼睫毛 我就是用開 就是Kiss me 這隻的 對 我們再來 就是滑眼線 我會用一個啡色的眼線筆 都是Kiss me 那 還有一點 OK 好 不太完美了 但是 你已經看到 我整個妝容已經出來了 接著 我就會用兩個 叫做 胭脂 一個就是Lime Rest 這個叫做Ginger的顏色 另外就是Romac 這個已經用到 花花的了 這個就是 Better than Cheap的C03 顏色 就會向上掃 一點點層次 我們就會用這個Lomac 另外呢 其實呢 我就建議懶人包系列 就是 你怎麼可以 臉再看得瘦一點呢 就是 我會用 剛才的 這個 眉毛 這個眉毛筆 我會怎麼做呢 是做一個 比較 不太專業的一個方式 就會在 我的下額這個位置 我會畫幾筆 1 5 3 我現在用一個很Raw的做法 用手去推給大家看 我就會微微地這樣向上推 我會 我會 我會黏黏的 大家一定要看 最後最後呢 我一定會是塗這個唇膏 那 我這支 其實TOMFORD 已經用了很多年 真的一個非常好用的唇膏 那這支唇膏呢 是02號色來的 一個梅紅色來的 對 那 大家就看到了 我的妝容呢 就完成了 片的最後呢 其實我也想說 其實我之所以拍這個片呢 其實 真的真的希望可以 純紀錄我的一個生活 另外就是 因為我想透過這個片 去看一下自己 究竟未來的目標 是想做什麼 到底我是不是很喜歡 在鏡頭前跟大家分享呢 人生呢 其實那個目標呢 可以有很多 就是呢 不是說 我一開始做了那個工作 就等於我永遠都會做那個工作 又或者是我永遠就只做那個工作 那在我現在 一個30多的一個歲數裡面 我就很想透過一段片 去紀錄我的生活 去尋找我想生活的方式 另外一些很正面和一些很歡樂的短片 給大家 讓大家在一個無聊的情況下 都可能有些 可以聽一下這個 人說話 原來都可以有一點得著 又或者是 都可以叫做解悶 希望未來在更多的片裏 我可以再分享更多不同的東西 那未來我也會去旅行 那希望 在那些短片那裡 都可以仍然看到大家的收看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希望大家喜歡 還有訂閱這個頻道 還有是追蹤我的instagram 還有呢 就是 給我一個like 好 今天就是這樣 拜拜